欢迎收听三好儿童有声书 当聪明遇上智慧 学鸳鸯教 据说,有一个国家的习俗 在节庆的日子里 妇女们都要佩戴一种名叫 优婆罗的美丽花朵作为装扮 优婆罗花的价值不菲 贫穷家庭常常因为这件事情而苦恼 有个穷人的妻子 就因为家里买不起优婆罗花而生气 她警告穷人丈夫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我在节日里 佩戴优婆罗花 我就要离开你 我再也不回来了 穷人心想 哎呀,平日里温饱就不够了 哪里有什么多余的钱来买得起花啊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优婆罗花呢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她突然灵机一动 心里想 哎,国王的池子里 不就种了好多优婆罗花嘛 为什么不进去里面摘几多下来呢 可是要用什么办法呢 哎呀,有了 我可以学鸳鸯教呀 因为鸳鸯是在水池里的 池子边的守卫一定不会怀疑我的 第二天晚上 穷人趁着月黑风高 偷偷溜进国王的池子里 小心翼翼地踏进池子 一步一步地走进幽婆罗花 准备伸手偷摘 这个时候 池子的守卫听到奇怪的声音 大喊了一声 什么人 没有想到 穷人因为太紧张了 居然出声回答 我是鸳鸯 因此 守卫立刻把她抓了起来 五花大绑准备扭到国王那里去 守卫拉着穷人走在半路上 穷人突然想起来 应该要学鸳鸯教 于是就昂起头来 咿咿呀呀地叫了起来 守卫听到穷人的叫声之后 嘲笑她说 哎呀你真是笨哪 如果你刚刚在池子里这样叫 我就会以为是鸳鸯在水里叫的 就不会抓住你了 你在被发现时不叫 现在才叫 会不会太迟了一些呀 许多人做事杂乱无章 缺乏事先规划 往往走一步算一步 等到事情发生了 才懊恶地说 哎呀早知道我就该这样做呀 其实这些早知道都是没有帮助的事后话呢 小故事带启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凡事要早规划 早准备 不要事到临头 才来求救学鸳鸯教 即使是学鸳鸯教 也得叫的是时候 叫错了时机 一样没用 感谢收听 三好儿童有声书 一个人 好儿童有声